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柯大哥哥 对了为哥 就是上节课呢 我们了解了一下移动平台的发展史 但是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安卓 而且我用的是安卓的手机 但是我发现安卓的手机好像有好多的版本 这是为什么呢 安卓上面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要给大家来讲一讲的 安卓这个平台 这个叫前世今生 了解了解他的这个安卓平台的历史 是吧 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版本呢 目前他有哪些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 好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这里呢 课程大纲里面两点 第一个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安卓平台的发展史 第二个呢 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去获取这个安卓的这个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搞这个要写安卓的应用嘛 是吧 首先要工具肯定是要先这个下载下来 就好像种地区要有锄头一样 对了 工具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第一节是安卓平台的这个发展史 这里呢 我大概呢把它卡罗列了一下 这比较多 是这么多 对 比较多 这是整个的这个大概的这个 安卓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几个节点的这个过程 我们快速的把它过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安卓呢 实际上它从这个 谷歌公司是收购了一家 直接就叫安卓公司 安卓是芬兰的一家公司 然后被这个谷歌呢 在这个05年的时候正式收购 然后在秘密开发 秘密开发 这个05年的时候 它已经就是开始在那开发这个安卓操作系统了 那么从08年的9月份呢 安卓正式发布了1.0的操作系统 这是终于磨出来了 对 这个秘密开发了三年 那么第一台安卓设备就是STC的G1 G1就是代表的是安卓第一台这个操作系统 所以说从08年开始 那么实际上正式进入到我们国内 应该还是在09年了 09年才有这个手机 所以09年4月份的时候呢 推出了1.5 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版本 那么09年的9月份 你看时间很快 只过了5个月 那么发布了1.6正式版 那么1.6这个为什么说要强调一下1.6呢 因为1.6这个版本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版本 它比1.5 从稳定性来说 从它这个性能方面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 所以后面我们开始使用手机的时候 大家可能用到的是 安卓系统的1.6的系统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从10年的时候 你看也没几 经过了一年是吧 经过了一年时间 10年的时候 那么发布了2.3 2.3这个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 其他中间的那些版本 我们就把它忽略掉了 有一些小版本 我们都忽略掉了 那么11年的2月份 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版本 安卓用户这个总数达到了1.35亿 那么正式发布了3.0这个版本 为什么2.3一下跳到3.0了呢 是不是 你可能会比较纠结 这个实际上3.0呢 它是针对于大屏幕的 比如说这个电视 安卓电视这种屏幕要大 是吧 它开发它把它分开了 2.3呢 一般可能用在这种手机设备 比较小的 相对小一点 这个屏幕小小点了 来去做开发 那么3.0呢 主要是针对这种大屏幕的设备来进行做开发 所以分出了一个这样一个版本 就有这个3.0的版本 那么11年的8月份呢 安卓手机已经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48% 约据全球第一 应该短短的这么几年 是吧 直接把诺基亚干死 干掉 直接干掉 是吧 他干掉应该不是说诺基亚手机 而是赛班这个系统 对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OK 反正就是干 是吧 2011年10月份呢 就正式发布了这个4.0 那么这个4.0这个操组系统里面呢 为什么没有发布4.0呢 因为他之前发现这个2.3是专门针对手机 是吧 那么3.0呢 又是针对这个大屏幕 那后来这样版本就有一个分支 是吧 那么就不好管理 所以呢 从11年的时候呢 发布4.0的时候 又把这个设备呢 又融合了 又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你都用 都可以用 对 都可以用这个4.0版本 这样的话就大家统一了嘛 对吧 统一化了 OK 那么他记忆的是还是3.0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界面 UI 这些这个这个UI的这个这些 我们说的这个空间啊 都是G3.0的 那么12年的时候呢 你看六月份 那么谷歌的IL大会上 咱们就发布了4.1 以及这个 Nexex7 7就是7寸的这个平板电脑 一起发布了 12年的时候呢 就发布了4.2 4.2 然后并且呢这个是 Nexex4 然后 Nexex10 10就是电脑平板的啊 4就是那个ILG发布的这个手机啊 搭载手手机 那么13年的这个就是 Nexex7的平板的第二代啊 那么也这个 发布了发表了 13年的9月份呢 就正式发布了这个4.4 安卓系统 是吧 然后呢 到了14年了啊 14年这个IL大会上呢 就又发布了这个叫 Divert Pro版 就安卓L版 实际上就是一个 还不是正式版啊 取了一个代号 叫L 那么从这个 10月的15号 正式啊 命名为 安卓5.0 那么 并且呢 定为这个叫做 棒棒糖 Lollipop Lollipop 我倒要说一下 其实有一首歌呢 有英文歌 叫Lollipop 是吧 但是 但是歌词呢 其实有英文歌 听不懂就是 懂英文呢 已经能感觉 这歌词好低俗 是吧 如果感兴趣的话 那小伙伴可以去 上网收一下这个歌 是吧 对 也还喜欢听英文歌 小伙伴 还好 你看他整个的这个 发展史的这个一个过程啊 就是说时间这个密度 还是非常非常这个 非常紧的 非常紧是吧 密度来说非常紧的 那么你看他这样一个 发布这个这个安卓平台 这样一个速度 那么肯定在市场上造成的 这样一个多版本分布 这样一个情况是必然的 难怪就这么多版本的 超络系统 对就是不同版本 因为这个刚发布了 又发布新的了 是吧 所以他各种各种不同 手机的厂商 他就会可能有一些是基于这种 老版本的 有一些基于新版本的 发布的这个新的手机 是吧 那有一些呢 你看这个一年当中要发布 多少款这个新手机 是不是 多少款可能 所以说他有些超系统呢 就是这个 是不同的这个这个版本 当然目前来说应该是 最主流的应该还是在这个 4.4.0以上 4.1以上的这个这个这个版本 应该说现在市场份额上 应该是占用的是最大的 最大的 所以很多用户很多我们程序员哈 我们程序员在开发现在的 目前来说 可能用2.3系统的人就非常少了 几乎没有了 估计是两三年前用的可能会多一点 对现在几乎没有了 所以很多现在我们我们做程序员开发呢 那就是你可能开发的程序 就只针对4.0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在用2.3的系统 那我就不考虑你 你就不是我的用户了 因为你用的系统太老了 很多新功能都用不了 反正你早晚都要升到4.0 对早晚就升到4.0 除非你是那种这个这个一个手机 可能用好年的是吧 现在年轻人可能一个手机也用不了 也可能那种非常怀旧的那种 对 或者说是这个老玩家 是吧可能一手机能打电话就行了 对吧 那他可能也 用那些你的这个先进的应用 可能他也用不到 他也用不了 可能就是打打电话 接接软信什么的 对对对 最多可能玩个微信 是吧 跟这个儿女之间 好 那么实际上用的最多就是4.0了 那么安卓5.0目前来说呢 这个手机应该说是发布了 是吧 谷歌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叫Nexex6 Nexex6已经发布了 但是很可惜的是在国内没有 是吧 买不到 好 那么大概呢 他的一个发展这个这个情况 就是 这样子 OK 那我们大概了解了安卓这个发展史以后呢 我们现在应该是 小伙伴可能迫不及待的马上就要想去 这个 我是怎么去写一个安卓的程序是吧 写一个安卓程序 那第一件事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下载我们开发工具 对开发工具了 下载开发工具 那开发工具呢 我自己给出两个 两个 一个是这个谷歌安卓开发的开发者官网 这个叫devipro.an卓.com 这个是安卓的一个 谷歌的一个官方网站 最权威的官方网站了 所有东西都在下面能找到 是吧 能找到啊 最权威的但是是英文的啊 英文的 但是呢很悲催的是什么呢 很悲催的是我们打开这个 网站以后啊 这个这个网址是吧 这个网址现在咱们正常的手段 他是没有办法打开的 没有办法打开的 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谷歌 跟中国政府的关系不太和谐啊 不太和谐 所以说呢 这个针对谷歌的这个所有的网站 对不对 可能大伙的很多都知道啊 就是都是在正常的地方 正常手段国内是无法访问的 被和谐了 所以呢你可能要通过一些这个 特别的手段 大家都懂的 大家都懂的 特别的手段才能去访问到 那我这里呢 也是正常手段是不能访问的 OK 嗯 其他大概就是什么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502 或者他一直在走的 是吧 就是不动 就是不动 OK 好 那我们这个第二网址呢 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网站了 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上呢 安卓studio这个开发工具 啊 这个开发工具里面 我们通过上这个 呃 这个网站 叫安卓divide tools cn 啊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里面呢 它就提供了安卓的一系列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开发环境了 那大家可以在这儿去正常下载是没有问题的 啊没有问题的 这里面呢是包括这个 呃 开发安卓有两两套工具可以供大家去选择 第一个呢 就是习惯用Eclipse的这个啊朋友 可以下载这个 ge Eclipse的这样一个ADT的一个开发工具 啊 Eclipse啊 之前我们开发加瓦都是用Eclipse嘛 对吧 开发1啊或者说写这个加要程序啊都是用Eclipse去开发 呃 但是呢这个从今年的12 这个14年的12月份啊 谷歌公司正式发布了这个叫安卓studio的这个 安卓studio的这个1.0的正式版 这个算是官方发布的版本 对官方发布的这个 安卓studio呢 它是基于一个就叫英特利J 英特利J这样一个加瓦的开发环境之上去开发出来的一个 这个安卓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 那么从1.0正式版发布以后呢 呃 据谷歌说 他说未来呢 他可能是 呃 这个正重要的是要推荐这个工具了 这个是他官方推荐的这个开发工具了 那么以后呢 对其他其他的这个工具呢 可能就不再这个做这个维护了 啊 不再做维护了 所以呢 呃大家应该还是 我们还是要使用这个安卓studio 来作为我们这个开发工具的小学 想到那个XP系统 是吧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不再维护了 你们看着办吧 不再维护了 所以之前用习惯这个Ellipse的这个朋友啊 你马上可能要转到这个安卓studio上了 是吧 确实你如果你转过来是 过程是比较痛苦的 这比较痛 因为很多这个操作习惯上工程目录上都 这个 这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需要你去慢慢的去适应去改变 是吧 去改变 我之前也是用Ellipse 后来还是转到了安卓studio 因为我们要与这个官方的这个这个推荐同步 是吧 毕竟他们负责维护这块 对是这样的 而且呢 你用习惯了这个安卓studio以后 你会发现它确实比Ellipse要更强大 要更好用啊 很多先进的东西确实在Ellipse里面没法做到的 它在安卓studio里面呢 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去完成 后面呢 我们在这个使用这个安卓studio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讲讲解更多的这个它使用技巧 是吧 如何去这个使用安卓studio来更方便我们的这个开发 ok 所以后续的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 都是基安卓studio这个工具来这个做讲解的 ok 好这里呢你看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你都可以去下载 那肯定要下载最新的版本了 是吧 下载就在这里面去做下载就ok了 好吧 好的 我们这个切换回来这个PPT 那这个下载我们也知道怎么去下载了 那大家就从这个网站上去下载就ok了 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的 我们这一节课程就给大家讲到这 对 大家可以就是一去关 就是关注一下就是威哥的微信啊和微博 就是可以进行一下互动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大概就先到这里了 回去之后呢 希望各位小伙伴就是赶紧去下载一些这些工具 这样呢就是在下集课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可以就是不用再临时去下载这些 就可以同步跟我一起同步 对完成这个课程 好吧 ok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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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